我们整体以想象故事作为发想 想透过色彩心理重新诠释色彩以及彩虹 透过有趣的色彩故事放在我们的彩虹球中 并且以再立体课学到的作动机制 结合希望让所有人都能透过比课本还要有趣的方式来学习 一开始作动装置是最大的问题点 是最早开始却是最晚结束的部分 主要原因是在基建组合密合度的问题 以及整体结构上需要注意转动所承受的重量 上色的用具是因为第一次使用盆枪 所以我们在熟悉机器以及颜料的特性方面 尝试了很多次最终才得到了最好的结果 在本次的专题制作竞赛 我们是以专业艺术概论中所提到的色彩学 作为依据参考发想 在设计立体课程中接触到作动装置 在了解作动装置的基础概念后 透过实物制作过程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兴趣 我们作动装置的基本材质 因为本身要可以旋转 所以需要找到又轻又硬的材质 在试了许多种材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种类似夹心饼的保丽绒纸板 外层方面为了让机器整体能更坚固 在外层使用了白胶加上卫生纸来粘贴 在公仔上色为考虑平整度 使用喷枪既可以快速上色 又可以达到非常平整的目的 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专长配合工作 希望透过有效的分配分工 来发挥到最大的效应 那相对的能够在这样一整个过程之中 都能够有非常棒的精神 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我想这也是专题制作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那很高兴能够在这一次之中 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表现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将这样的精神 有一个传承的动作 那后续能够做专题制作的同学 都能够由此依循 那也把他们当成一个典板 和他们一起制作这样的一个专题制作 那看着他们从舞蹈游 那从主题的订定到 最后构想的一个完成 我想真的很不容易 那在这之间遇到了很多的总统的问题 也慢慢的去克服 那一直到最后的成果展现 我想真的是值得骄傲 很高兴参加这样的专题制作竞赛 因为这个竞赛学到了 课程上学不到的团体合作 虽然重做过很多次 但是我们都一一的克服 这点让我很开心 很开心有这次的机会 能够参与专题制作的比赛 虽然过程辛苦又漫长 但是也学习到很多课程中没有的东西 受益良多 结果很值得 从去年九月开始制作到现在 因为同时需要升学 虽然过程当中一度想要放弃 但是很开心同组的同学 可以一起鼓励我 让我们一同奋战到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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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